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2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64集 从12月1日开始 已经取消世外戴口罩的规定了 但是我到外面去看 大家还是戴着口罩 为什么 因为已经做习惯的事 就很难去改变 就像投资理财 大家习惯去追高杀低一样 你叫他低进高出 他就是做不到 就是改不过来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在追高杀低 你投资要怎么赚钱 这是12月1日我扣的定期定额基金 不管美股大涨或大跌 我就是持续一直扣 我最近扣了这支美国成长月配息基金 这几支我设定的都是天天扣款 金额不多 每天就是扣个500元或1000元 目前这四支是正报酬 这支只有付1%多 下面这支正9%多 我就是这样在坚持扣基金 现在是凌晨0点48分 昨天美股收盘是大涨的 所以今天回档是很正常的 而且纳斯达也只有跌一点点 之前我有说纳斯达应该会走黄金交叉 现在已经形成黄金交叉了 大家是不是有点信心了 虽然之前有人说美股会跌到明年底 跌到后年 但是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美股会慢慢涨回来 你对自己 对市场 一定要有信心 你有获利的决心 你就一定能赚到钱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下集见 感谢观看